应达公路是环保维修公路技术的全球领先者 也许有一天会打入美国市场 无利可能更高 互联网图片 牛年红盘高收 开始第三天 港人热沉地期待北水南来 继续托高股价 起料中国大妈一点也不笨 不但不愿在高位接货 更是趁高价套现 一路压价 直到 恒指打回原形 才于低位挠底 今日的中国大妈已越来越精明 上星期 有一只原本市值不足2亿元的 世价古英达公路6888突然发行起 预期2020年的利润张 是2019年的6倍以上 股价自然大幅上涨 仍在公布后 股价上涨38% 相信38%的股价涨幅 仍然未能反映盈利6倍的增长 我是英达公路者家企业的非执董 同时持有5万股 过去多年 此股股价长期不振 一路下跌 我亦真是有愧于长期支持此股的股民 英达公路是港资企业 我恨欣赏英达公路者批香港人的科研水平 其环保式的公路收户工作是全球领先的技术 当然 环保不是免费的 因此 英达公路的工程收费比传统的收路工程收费高 在不重视环保的时期 价低者得是许多地方政府收路招标的唯一指标 经营竞争的压力是巨大的 因此 空有高超的环保技术 依然的不过价低者得的传统招标方式 不过 当年的国策又变了 环保概念抬头 风电股 太阳能股都已经炒起 未受股民留意的英达公路的盈利也静静地大跃进 更不要忘记去年上半年 英达公路的工程也同样受到疫情的打击而停工 因此 刚刚发出的盈起 盈利增长靠的只是下半年的工程 只望今年 应该是更乐观的 近日拜登正式宣布重返巴黎协议 搞环保 今后中美两国会为 争造全球环保的领导国 而投下更多资金搞环保 英达公路作为环保维修公路技术的全球领先者 也许有一天会打入美国市场 一个无利可能更高的市场 忠心的希望英达公路苦尽今来 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大转世